企业在税收缴纳的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各税种的税收缴内规定,却忽视了财务人员对企业经营业务的账务处理。 当出现以下38个异常情况时,财务人员是要警惕。 一、商贸公司禁销严重被离,如大量购进手机,销售的却是刚才。 二、企业长期存在增值税流底异常现象。 三、企业增值率税负以异常偏低。 四、企业增值率税负偏高异常。 五、公司长年亏损,导致企业所得税贡献率异常偏低。 六、公司则开业以来长期零申报。 七、公司大量存在现金交易,而不通过对公账户交易。 八、企业的往来账户挂账过大。 九、企业存货过大。 三、企业大量取得为填写纳税人时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十一、企业存在大量无清单的办公品增值税发票。 十二、公司缴纳的增值税与附加税费金额比对异常。 十三、企业连续三年以上盈利,但从来不想股东分红。 十四、企业存在大量发票抬头为个人的不正常费用。 十五、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的利润数据和报送的财务报表的数据不一致异常。 十六、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付了一位开票收入,填写付数异常。 十七、增值税申报表申报的销售额与增值税开票系统销售额不一致预警。 十八、无免税备案,但有密税销售额异常。 十九、无减益征收备案,但有减益计税销售额的预警风险。 二十、开票项目与实际经营范围严重不符异常。 二十一、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付表二净项税额转出为负数异常。 二十二、公司只有销项,但是从来没有销项出现异常。 二十三、公司只有销项,但是从来没有销项出现异常。 二十四、新成立的公司,频繁报票增量异常。 二十五、新成立的公司,突然短期内开票额突增异常。 二十六、公司进京的个人所得税人均税款偏低异常风险。 二十七、个人取得两处及两处以上工资薪金所得为合并申报风险。 二十八、同一单位员工同时存在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异常。 二十九、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申报的工资总额不符出现的异常风险。 三十、期间费用率偏高异常。 三十一、打部分包票顶额开具,发票开具金额满额度明显偏高异常。 三十二、大量存在农产品抵扣异常。 三十三、公司账面上没有车辆,但是大量存在加油费等异常。 三十四、外部景象或小小税额比重,严重过高异常。 三十五、增值水均用包票用量变动异常。 三十六、纳税人销售或误发票价格变动异常。 三十七、法人户籍被本地,法人设立异常集中。 三十八、企业大量存在会务费材料一批咨询费、服务费、培训费等无证据列的关键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